怪了 一个藩王而已 竟然可以修建比皇陵还要更美的地宫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两个儿 有钱 有多有钱呢 据说明代大奸臣严氏湾曾经闲来无事做了一个大名版的服务素财方榜 这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蜀王 其财富总额把一众藩王太监普世 来的实际条件 具体有多少呢 现在我给不出一个准数了 但是有一点张建东江口沉吟的故事应该都听过吧 明朝冒年张建东组织农兵起义 在城沟建立了大西政权 一路上烧杀抢队 积累了大量财富 不可惜最后也没战营兴军 先传的金银珠宝沉落江东 很多人之前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早些时候咱们的考古队员们已经在闽江打捞出宝藏了 金定 银定 金手 是金印金色 数量之多 价值之高 让人惊叹 张建东这个宝贝哪来的呢 据专家考证 大一部分都是从蜀王那儿抢来的 那您说吧 这蜀王得多有钱 所以当时民间有那么一句话 属府之父 假于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三王怎么做到父假天下的呢 嘿 答案就是 父爱的力量 那怎么回事呢 朱元璋 南京城地 见大明王朝 功臣打江山 祖孙坐天下 朱元璋心里边多少有点慌啊 于是乎出于稳固江山的考虑 朱元璋先后分封了自己二十多个儿子 以及侄孙为三王 公元1378年 朱元璋将自己的十一子 年纪七岁的朱孙分为蜀王 关于这第一位蜀王呢 史书上记得不多 只是说他性格与其他兄弟大不相同 他不喜面舞 就喜欢看书啊 被朱元璋系称为蜀秀才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啊 朱元璋对他是特别的宠爱 跟您的作比上嘛 当时朱元璋有这个小儿子的年纪精神这么定的 米五万弹 超2.5万万 仅四十笔 沙罗各一百笔 卷五百笔 免两天两 等等 小头咱就不复了 就说说前面的两个大头 用今天的购买率来算 仅米震一项就相当于大约一千二百万人民币 再说第二项 这实打实的钱又能拿到多少呢 有专家底部的说法是 两万五千万钱约等于现在一千二百五万到一千六百五万 这两项加起来 两千多万 将近三千万了 这就不少了吧 跟您说 这可只是蜀王一个人的工资 蜀王的每个儿女和子孙朝廷照样要发工资的 而且当时情况跟现在还不一样 工资根本就花不出去 因为蜀王的任何花销 吃穿啊 住啊 行了 甚至下属的工资 通通朝廷报销 您打个报告就行了 这工资你每天存着存着存着加起来 可不就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千文数字了吗 不过 蜀王最大的财富还不是当跟您说的这些 他最让人眼红的是帝啊 有多个帝呢 下结算 穆志明惊喜现身 这上面究竟藏着什么惊人的禁锡呢 五角龙文 八十一颗门兵 帝王王权的象征 为何会出现在三王密集中 将对神明的门兵正在穆明的体育上 上年咱们算到了蜀王的工资是非常之高 但是我告诉你们啊 这其实只占到蜀王府全部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封建社会最值钱的是什么呀 土地呀 而蜀王就是全四川最大的 还是全中国都位居前列的超级的大地主 蜀王的土地最开始都是皇帝赏赐的 而且这种赏赐通常都很大方 第一代蜀王朱春 因为朱元璋的溺爱及受赏的王庄就有三个多个 他自己居住的蜀王府 正是老父亲朱元璋亲自把关修建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告令修建蜀王宫殿 当时他还特意交代下去 不要停慢慢修 但有一点 非壮丽无以示威仪 言下之意就是要修个大致的退派 最后整整花了九年时间 是王府才修建好 一切都按照朱元璋的要求 高端大气上当去 因此啊 史王府在后来炒古界 还被称之为小故宫 据专家告诉我们 咱们现在看到的史王陵呢 那就是当年史王府的缩小本 他就是1比7的比例 因为我们无论的话 他就叫做社会的无声 就是说他所谓和他 同样的享受了一件的东西 嗯 他这个王贵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的天空皇上 市中心 这个灵物就是这个王贵 你看他世界上他的地中里面的几座门之外 这座门就现在也是什么所谓的 第二座门就现在也是什么所谓的 第三座门就现在是什么所谓的 第三座门就现在是什么所谓的 你看他们当时的设置 他有一个县 你看这里的办公 我们五百关成来两边 这就叫什么叫前朝后期 说小版的属王鼠 那难道说这座被誉为最美地下宫建的主人 就是当年杜元璋最宠爱的儿子 第一代属王租称吗 这个问题呢 感觉们早就好清楚了 很肯定的告诉各位 不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座地下宫建之中 所属的一件淘谷队员们最期盼见到的东西 木鲁士兵 这个东西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木鲁士兵的生平有利表吧 虽然它经济介绍的话 但是淘谷诈诈那不言而喻了 比方说这一次咱们的淘谷专家 就从这一块大石头上了解了 很多史书当中没有记载的内容 这个木鲁士兵是记载了 他这个木鲁士兵的生平 所以他上面是一个大名熟悉 我们矿智 矿智 矿智是什么意思 矿智在古代是木的意思 他木鲁士兵 他也说了个新手的 那木鲁士兵就是 就是对他放着木鲁士兵的意思 那这个木鲁士兵的具体内容 有什么特别 其实这个木鲁士兵 他记载了他的信息 比如说你看 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王会有勋 他的名字叫朱有勋 这个朱有勋的勋制的话 在一个名识的话 记载了朱有道 这个礼物发生也后来把它更正过来 然后的话 他这个玩意 他突破了罗江王 罗江王即便是个巨王 当时后来他的鸽子 就是第二代蜀王去世 这岁以后没有几岁就传给他 他十一刻也是蜀王 他就当时第三代蜀王 史书中关于这位蜀王的记载并不多 你看啊 如果不是这块木鲁士兵的话 我们可能现在都还调出了人家的名字 而因为缺乏详实的史料 研究明识史的专家们 一直以来都搞不清楚 这位蜀王的真正蜀音 24岁才继生的王位 265岁就突然离世 这么短的时间实在是引发了无数的猜想 会不会被人害死了呀 又或者被秘密处决了呀 如今这块木质明的处土 总算是帮助专家们解开了多年的疑惑 然后呢 他当时完以后呢 也就是说 当时完以后呢 他容易换地 他是有多什么病吗 木贝上的说来是换风景 应该他如果换 生日性的疑惊 即便能够是命的 这就是 完全性的病 实际上他达到26岁的学生 给你带来一步 对 非常感动